20集 書櫃上百滿書及每一本都是漫畫 且年代久遠 從小叮噹進化到哆啦A夢 還有許多精美手稿 被封裝在檯面上公民中參觀 就是從小陪伴到大的 記憶就很多幻想都在漫畫中這樣 來這邊也可以順便回憶一下 以前小時候看到的一些漫畫 全台第一間國家漫畫博物館落腳台中 23號試運運開始適逢假日 許多民眾不怕寒流 一大早就來體驗開箱 整個園區呈現日式風格 無謀還有巨星公仔裝飾 古色古上的氛圍 將紙本漫畫帶出懷舊感 可能停留在大嬸婆那個階段 或者是說小時候 對老夫子是比較熟悉的 我時候除了參日本的漫畫 像櫻桃小丸子 還是哆啦A夢這些作品之外 那當然也有參一些 像什麼大嬸婆流行性的漫畫 講起童年 每個民眾淘淘不絕 都有自己的兒時回憶 這裡不僅有書完本漫畫 工人閱讀 還有東漫劇場 可以體驗 有三大亮點裡面 都是先以台灣漫畫 來做整個鋪陳 回憶小時候的租書店 然後甚至是 有我們1950年代 一直到1990年代的漫畫雜誌 其實國漫館成立過程 並不容易 宣職延宕六年 二十二號晚間 由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宣布隔天試營運 是送給台中市民的耶丹大禮 在大合照中有鄭文燦 有綠營民意代表 但獨缺台中市市長盧秀燕 僅由黃國榮戴維出席 遭到綠營民代質疑 打選將近 藍營執政的首長 可以忽略中央補助建設 對此副市長戴維解釋 盧秀燕有藥物在身 由他代表出席解釋 並非刻意聲音 三立新聞市議會 陳敏豪台中採訪報導